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镇公园 是巴黎南郊一处拥有城堡花园运河的大型公园 如果你也是4月中旬来到巴黎 绝对不能错过巴黎最盛大的樱花饗宴 找一棵坐下 先吃早餐 可以找树营 满满的樱花林 现在来到的是巴黎的苏镇公园 哇这里的樱花跟上次去美国富如克林的一样 满满的一大片 而且也是好大好大颗 好漂亮 所以我们今天来野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有大巴黎地区最大的樱花林 幸运的在这里遇到樱花的最美时刻 品尝了一场现实的粉红饗宴 法式橙光佐慵懒微风 蓝色棉花糖鸡尾酒 粉红樱花泡芙塔 满足了感官味蕾的享受 差点一点灵状 本来的写真要的 我终于是在这里面的 画的写真是在这里面的 这就像写真是在这里面的写真 来这里可以悠闲度过美好的一天 坐在草地上野餐 躺在樱花树下欣赏盛开的粉红饗宴 也可以听听音乐 跟家人或朋友聊聊天 拍拍这里美得不香化的樱花 穿梭在樱花林中 把眼前壮观的粉红樱花 用镜头将片刻美好记录下来 在樱花树下美好的野餐小时光 至今难忘 来你能过来 书镇公园腹地非常广大 拥有美丽的法式城堡与庭院造景 人工运河与大草坪 非常适合待上一整天 结束半天的嗓音之旅 图中看到奇特的树 好特别哦 回到市区我们来到马黑区逛逛 顺便吃吃晚餐 别说明儿做明儿都没有 顺便吃吃喇 저 糊涮就捍 Outside 大草坪 这些食物 鲍我 还很这些 烤鱼 老鲍 没有 那些花 意思是 虽然 怕 正 黑區巴斯底廣場旁邊 是很有名的在地市集 我們想當個尾巴黎人 就從逛當地市集開始 這裡有賣很多蔬菜、水果、海鮮、花卉等等 也有很多平價的在地美食 巴斯底市集的營業日是每週四和週日的早上 記得別跑錯時間喔 對面的錄像是平時的 我們會這樣的心 我們會有賣多長的日子 我們會有賣多長的光 我們會有賣多長的樹 我們會有賣多長的嗎 我們會有賣多長的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马丁运河 位于赛纳河用岸的东北部 是文青很爱的星星区域 这里很常出现在电影里头 跟着爱蜜莉一起丢石头打水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月中旬 樱花盛开 爱菲尔铁塔附近的公园 也开满了樱花 突然下起一阵樱花雨 好美哦 白天的爱菲尔铁塔搭配春暖花开的花朵 真的更美了 开心游玩同时 其实内心正在担心 明天的大力士号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罢工而取消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明天的爱菲尔铁塔附近的小铁塔